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一鍋 鍋底橘紅色的鍋底 它裡面是用龍蝦 白蝦 還有螃蟹一起熬出來 白蝦 好香喔 已經聞到味道了 這個濃濃的這個 對 已經聞到 它裹的香味是散出來的 它鮮味非常的夠 非常鮮 大概有三個多小時 磨 它現在三個半瓶 對 那它這個橘紅色 非常天然的假的素 它沒有加任何的鹽加的 天啊 好需要補充的素 對 而且它蓋子也是非常的分 對 那這邊的食材 好 那我們這邊的食材 我們介紹一下 好 我們現在由上至下 由左至右 我們這邊是澳洲的地黃蝦 黑海道的干貝 好 蝦啊 食貨 地黃蝦我們也叫藍尾蝦 然後接著過來這邊也是 非常誘人的就是 黑海道的干貝 對 它是生食的干貝 S等級的 然後它是可以直接吃 它可以直接吃 S級是最燙的 聽得出來 想教一下 好 這邊也是我們的重頭戲 然後就是黑海道的學長鞋 哇 是真的嗎 對 我都沒吃到學長鞋了 那學長鞋我們也把殼去掉 好貼心 去掉 用手鍋 就是它腳上面的 最好吃的那邊的肉 是白蝦 好 那下面的蔬菜部分 那首先我們的澎湖的食蝦 澎湖 澎湖 我的天啊 所以它去董 對 很鐵 其實有一點太浮誇了一點 沒有 看你下一道而已 來 來 好 繼續 它這邊是嘉義新鮮的草莓 嘉義地靈人節 這句我贏得到 我以後會講 還有鴨頭 OK 來 接下來 接下來 這一道也是我個人最愛的 就是芹菜 跟芹江菜 芹江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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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芹江菜就是 因為最近排片比較沒那麼弦 對 什麼大吉利翔 祖祖是單身的 我 今天單身 來 去跳支舞 那個房間還不是吧 好 那我們現在 那我們現在要 首先要幫大家先煮的時候 我們把草豬先放下去 把蝦 來囉 把蝦放下去 它蟹肉很飽 好快 它的蝦的口感 特別的脆嫩 那今天起這個湯去煮 新疆菜的菜 跟芹菜也要放下去 那因為這裡裡面太多海鮮 我們必須要加些蔬菜 種的 對 蔬菜的清甜 可以把這個成多海鮮的味道 給帶起來 好想喝 對啊 所有最頂級的料理 就在這個湯裡了 所以 天啊 它還有三個程序 好 紅湖絲瓜來了 非常的清甜 因為太新鮮了 像是我喝那個湯的時候 那個蝦 我早就把它吐出來 那它在裡面 跳出來 就是太Q了 太跳了吧 那是一腳讓它想出來 太跳了吧 你剛剛是吃到沒有熟 大家的干貝 它根本就海鮮 幹嘛出現 好 剛剛下去 大家的干貝 也放下去了 好 那這邊 最後 學長蟹的蟹餃 放下去了 因為蟹肉 我們知道熟的蟹肉 不要太早放下去 喔 怕太軟了 把它的味道煮出來 蟹的鮮味完全煮出來 那你吃那個蟹餃的五桶腳辣 好 我們現在把蓋子輕輕蓋一下 輕輕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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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拎到它裡面 做個食材 做一個點 那說是10塊 好了嗎 好了 這麼好 我們大概一分鐘而已 Dance Me嗎 它是Dance Me來了 Dance Me Dance Me 這個角色 好 這樣 它有比 喔 怎麼會有這樣的效果 那這樣可以嗎 這樣就好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馬上上菜 我的天啊 喔 好奇妙 好奇妙 哇 這個米 太好吃了 我跟你講 因為我 我剛剛是喝湯跟米而已 完完全全海鮮的鮮甜味 都在裡面 而且那個米 天啊 我想好能形容 太幸福了 現在持續持刻 我第一次覺得風澤 講話不煩 對 沒有 我覺得他今天講到 那個重點的 就是感覺很濃 可是喝起來其實 沒有那麼濃 很鮮甜 很清爽 沒一個料的 那個味道 還是很爽 好厲害 而且那些肉配香菇吃 好像很好吃 重點它的肉是很美美的 不會讓你覺得是那種 柴柴的 就是那種很鮮很軟 所以它炸米的 其中一個有一點是 讓它那個口感嘛 就是配了那些海鮮 就是比較脆的感覺 還是其實除了帶香味之外 它有一點口感 當然 當然 它吃下去的話 整鍋的海鮮的這個泡飯 更加密集的話 才能口感 因為我覺得 有那個米就是 那個米也很鮮 那個脆感很爽 對啊 而且那個狼尾蝦 你吃到了嗎 超好 喔 對 我看 然後把我看 而且這個米 因為當下 它那個狀態 還不是那種軟 軟 它真的是非常脆 然後你吃吃看 還是很香 真的 你吃看那咖啡 好不好吃 吃吃吃吃吃吃吃 好不好吃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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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好好吃 我的媽呀 可以再續一小碗嗎 所以我可以 再續一大碗嗎 那就是鵡肉有 geliyor 那只 bookнес 像他在吃吃吃吃吃的時候 大家都說 沒有 吃不太實 對啊 然後吃吃吃就好 然後只會把一口打開 好好吃哦 好好吃喔 而且很薄耶 而且她吃起來很脆 swimming 因為有些東西好吃 因為有些東西好吃 太大碗才會知道第三口 第四口 就會覺得很膩了 他剛剛還想再一碗 剖 那大家真的不知道泡溫泉的幾個 fer porque 有 一口 完全不知道 就是派水放下去這樣子 對啊 錯 泡溫泉有四個步驟 在這四個步驟裡面完成之後 就會讓你身心舒暢 那你打四個太飽了 就是我們泡溫泉的時候 一定要溫泉池的水已經繞好了 繞好了 你用腳下去這樣 腳先滾一下 是不是適合你體溫的溫度 不要這樣子看到溫泉水 在那泡一下跳下去 這是不對的 燙到 或者根本不適合你 讓你的血液形狂 會忽然間激素 對 要跟體很接近 真的太燙就對了 對 所以你要先用你的腳去試水溫 那試水溫以後 先慢慢的下去 讓它浸泡你的半身浴 先浸泡下半身 對 我到一進去就這樣 我都進去游泳 所以半身浴完之後 覺得非常舒暢以後 你才全身浸泡 那半身浴以後再到胸部以下 再到胸部以下 健康浸泡 而且一次不能泡太久 你不可以說好舒服 超舒服 我一次泡到一個小時 那不行 那建議時間是多久 建議時間是五分鐘十分鐘 泡了起來 然後你就起來走一走晃一晃 或者呢有一點走動 或者起來休息一下 然後再繼續休息個三分鐘 兩分鐘 再繼續再浸泡 然後這樣子來來回回的浸泡 超過二十分鐘半個小時 出汗以後 那你就達到泡溫泉的療效 很厲害 一到五天都要喝到 對 我到三天都泡湯 對啊 然後呢泡溫泉的好處 有四個階段 哪有四個 驅寒 驅寒 保暖 保暖 促進血 提升促進血液循環 提升免疫力 免疫力 這很重要喔 這四個好處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遵守這個 水美姐的撇步 才可以像水美姐一樣 越活越年輕 漂亮 謝謝水美姐 謝謝 今天來到北投這個飯店 我們兩個 你們之前有來過北投遊玩嗎 怎麼知道 滿場的吧 滿場啊 然後呢 感覺怎麼樣 來北投很方便 最近也滿方便 大家覺得遇到 想被打是不是 這邊真的只有姐妹 那不得不說 我初戀就來這邊談的 有 假 是喔 要不要提 那你這樣有初戀的事啊 沒有 就是那時候初戀 因為當時在這邊 真的有很多加溫泉會館 所以那時候選 常來這邊泡溫泉 常來這邊泡溫泉也美容 你初戀就來這邊泡溫泉 你初戀就因為泡溫泉喔 對啊 約浦溫泉 約浦溫泉 約到時候就這樣走一圈 然後選一間 覺得很不錯的地方 然後就進去泡一下 那你去過多一間吧 那要三、四間 然後就分手了 你們一起泡了三、四間 然後就分手了 但這大概有八個月左右了 那很少了 你們沒有人來泡過嗎 有啊 怎麼樣 一定要來泡 可是因為我 我那時候來都很難搶到位置 因為很夯 對 真的很夯 所以只會輪落到那種 比較不夯的那幾下 對 或者是都是那種 如果你在 中間來 幾乎 幾乎都是快的 中間一定要一兩塊錢 先訂位了 大家一定要先訂